香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 贡献者也是受益者 我们高兴地看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香港积极与共建国家商签合作协议 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服务标准联通 国际金融合作和人文交流 在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拓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 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今年7月1日 习近平主席在试杀香港期间 发表了重要讲话 指出当前香港正处在 游乱倒置走向游质皆新的新阶段 中央将长期坚持一国两制防刃 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 全力支持香港积极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 希望香港继续主动作为 推动与共建国家开展更多的务实合作 香港具有背靠祖国 连通世界的显著优势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 我们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 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 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 与更多国家开展更紧密的交流合作 扩大经贸合作网络 希望香港做强专业服务 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平台 香港的服务业专业化优势明显 发展空间广阔 我们支持香港 保持普通法制度 发展高增值的航运服务业 完善金融服务与合作 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法律、航运、金融、咨询等专业服务 巩固和提高 香港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力 希望香港加强人文交流 促进一带一路沿线 民心相同 长期以来 香港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人文积淀 我们支持香港 继续与多种形式参与 和共建国家的人文交流 扩大教育科技合作 吸引更多的学生、学者、赴港、留学、研学 发挥对外文化交流窗口作用 促进文化相容、民心相同 希望香港深化与内地合作 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内地与香港交流合作领域全面拓展 机制不断完善 我们支持香港 继续深入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抓住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机遇 加强以内地各省区市合作 创新合作方式 提升合作水平 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市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共建一带一路 这个倡议源于中国汇集世界 九年来的成功实践和丰硕成果 充分证明 这是一条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之路 中国将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以高标准可持续会名声为目标 继续加强 与共建国家务实合作 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 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 坚定不移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与共建国家 携手推进 构建人类民意共同体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